今天我們來開箱這台空鏡清淨機 TAKIGON HOME KID 喔 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胡老闆 今天我們來快速開箱這台SmartMe P1空鏡清淨機 我為什麼會買這台呢 因為它支援HOME KID 那我為什麼這麼喜歡HOME KID呢 主要也是因為蘋果在智能居家這個HOME KID裡頭 把整個介面還有整個設計做的非常簡易 非常方便好使用 所以我非常愛用它 那今天為什麼會選擇SmartMe這一台空鏡清淨機呢 主要也是因為它支援HOME KID 那這個價位呢大概在180塊錢美金左右 所以沒有說特別貴啦 那今天我為什麼會買這台Smart SmartMe的這一台空鏡清淨機 主要是因為我有一台的WINIX空鏡清淨機壞掉了 那WINIX的空鏡清淨機其實嚴格上來說價錢不貴 而且呢它的使用設計很簡單 基本上你看打開以後呢 它裡頭就有三層不同的這個濾網 分別是大的濾網 還有中間這個碳 碳層以及還有最後的這個HEPA的FILTER 整體上來說 整體上來說它的空鏡清淨機就很簡單 就是一個抽風機啦 把空氣抽過這些濾網 基本上就可以達到空氣過濾的效果 那朋友有些朋友可能會問說 我之前不是也介紹過一台VOLCAL LINK的 這個也是HOME KID的空鏡清淨機 我怎麼沒有再買一台一模一樣呢 主要也是會第一個它不便宜 它很貴大概300多塊錢美金 另外一個它比較針對是大型的房間所使用的 那我現在主要是要一個空氣清淨機 是給我的半公間用的話 它那個房間大小大概也在30平方公尺而已 30平方公尺 所以大概270Square Feet 所以簡單來說不需要那麼大一台 也就是為什麼我這次選了這個Smart ME的這一台P1空氣清淨機 那這台空氣清淨機要怎麼樣啟動呢 基本上插了電 然後呢 上頭的這個顯示螢幕 觸控螢幕呢 就會出現一個開關 你就按下去就可以開始了 然後你就可以準備做無線連線的部分 那Smart ME的這一台空氣清淨機的設定很簡單 基本上經過HomeKit掃一下QR Code 你在用手機裡頭把東西加到你整個智能居家的這個環境裡頭 你基本上就搞定了 它整個設定是非常非常簡單 也是為什麼我那麼喜歡用HomeKit的關係 那整個設定起來大概一分鐘不到 基本上就可以把它搞定了 加完繞以後呢 你就會在手機上看到你的這個空氣清淨機 並且可以打開裡頭 可以做很多不同的設定 比方是檢查它的濾網的壽命啊 還有呢目前現階段的那個空氣的品質 其實非常方便的 那濾網更換的部分 基本上你把系統反過來轉一下 後頭你就可以打開 把整個濾網拿出來 那它的濾網有分兩種 一種是微服粒子的濾網 另外就是我們現在螢幕上的濾網 另外一個你也可以買 是專門是對付動物的濾網 比方說可以弄到動物的毛 怎麼樣這些都非常方便 那裡頭同樣也有個QR Code 讓你去 scan說 如果外頭QRQ壞掉的話 裡面還多一個是專門進用來HomeKit使用的 觸控螢幕上的設計很簡單 開關 風速 以及 定時 三個觸控的按鈕 基本上就是這樣 那前面中間還有包括什麼 微服粒子 目前的空氣 品質啊 然後呢 你這邊按了風速的時候 你還有三 呃 算是四個不同等級吧 等級1 等級2 還有等級3 還有最後一個是全自動 那他呢 依不同的那個風速的選擇呢 他的風聲大小也會相對不同 整體上這個SmartVisa P1的這個空氣清淨機 我覺得他的那個 呃 整體質感呢 都做得很好 價格有點貴 我買到的是165塊 170塊錢美金左右 他不是最便宜的空氣清淨機 操作啊 很簡單 噪音還不錯 濾網價錢 大概一年不到六個月到12個月的濾網 大概40塊錢美金左右 所以還算可以啦 我給他 4顆星 他的5顆星 呃 所以 我會建議大家買 因為主要 home care的東西本來也就比較貴了 所以這邊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哦 OK 以上就是這次這個SmartVisa P1空氣清淨機的那個 開箱跟很簡單的介紹 呃 跟大家在這裡分享哦 呃 大家有什麼問題的話 當然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一幫大家回答哦 呃 簡單來說這個產品我還蠻滿意的 只不過他的價錢貴了一點 如果他在150塊錢美金以下的話 我覺得這個真的是很好可以考慮的 呃 只不過呢 home care的東西本來也就比較貴 所以 呃 可以接受吧 呵呵 呃 不知道你有沒有什麼想法呢 歡迎在下頭留言哦 我們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啊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記得按讚訂閱按小鈴鐺 以及把我的影片分享出去哦 那我是胡老闆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 拜拜 字幕仔細rio 閃叫做 呃 寶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